大家好,我是汤星姐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练成蒙体字 什么是蒙体字 其实就是我下面写的这一排 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小孩写的 笔画什么都比较僵硬 但是整体看它好像也不那么难看 甚至还有一点点可爱 这就是现在也被大家广泛熟写使用的一种字体 首先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蒙体字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一颗隐藏的装嫩的心 好,然后我们换一张纸 我们来演示一下蒙体是怎么样写出来的 好,我们先看一下 比如一个正常的,比如就硬笔的印子 我们写一个凯书的印 好 好,凯书的印它写出来是比较硬朗的 笔画的分布也是相对比较均匀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是形凯的印呢 它同样也是笔画均匀分布 整个字的结构比较均匀 这也是它的一个核心要素 蒙体字把所有的有弯曲的地方 有弧度的地方全部变成硬硬的一个直线 我们来看一下,变弯为直 你看,这样写出来 看上去歪歪扭扭 但实际上也不难看 怎么样做到的它不太难看呢 其实比如我随便画几笔 你看这几个横 包括下面这个交叉点 甚至包括最后那块要接尾的地方 它们之间距离是差不多的 也就最后稍微长一点点 距离也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凯书 形凯还是所谓的蒙体字当中 它的结构 它的笔画都是要做到均匀分布的 这是写字的一个核心 没有任何笔画几成一团 也没有任何笔画离得非常远 比如我们写一个错误的 还是蒙体字 我们再这样来写 我们把它不要均匀分布 当然我这个写的是比较夸张的 我们如果不去均匀分布的话 我们看一下 同样还是这些笔画的组合 但是它没有按照这种均匀的分布去布置它 它看起来就会很丑 把笔画练得比较均匀 能够均匀的去分布 这个都是你写字的一个核心 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核心 不管什么样的字体 都可以写得比较好看 其实就像姑娘一样 你说一个姑娘很萌 有气质 欲解范 清纯 或者是什么有智慧 温柔细腻 这些东西它的核心都是 姑娘长得好看 这没办法 你们这些臭男人 就是这样见兮兮的审美 同样 男人的核心也是一样的 比如你帅比较高 这就是你的一个审美的核心 这种情况下 你够帅够高的情况下 哪怕你撒个娇 那也是比较萌 哪怕你很穷 你不会挣钱 也可以被理解为 这是很老实 这是个老实人 但像我这样的 比较难看的 成天刀逼刀 教人写字又没挣什么钱的人 万一不注意撒个娇呢 那就真的是很恶心 所以我也很伤心 不对 是 人家好伤心 我们随便写一句演示吧 比如 放学后我们一起走杯 比如就模拟一个小姑娘 给一个小男生 写那么一句话 注意 要说放学后 我们一起走杯 而不是爸 自己去体会一下这个语气 放 所有的 比如勾也不要写出那个尖尖来 所有的弯的笔画 全部变成直的 放学 可以故意把有些字写的 稍稍歪歪扭扭一点 但是你不能所有的字都歪朝一个方向 比如你这两个字朝左边歪 那你后面的字呢 就朝右边歪 或者一个字左 一个字右 放学后 然后有些笔画呢 比如像这个后子有些笔画呢 可以故意断开 表示我们好萌啊 我们像小朋友一样控制不好 这个笔真可爱 怎么那么恶心呢 好 注意 好 这个地方故意写胖一点 感觉更可爱 我们 故意把这个书不要写直 一 起 刚开始练这种呢 也慢一点 然后慢慢的去体会它 你一开始什么都想快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吧 一起走呗 注意这两个走呢 就不要写的太一样了 这个写的比较正 那这个就稍稍歪一点 注意呗 花杯的杯 这个月又要还花杯了 真讨厌 好 放学后 我们一起走杯 其实这种蒙体字呢 你想真的写好的也不容易 其实还是需要花一些心思的 像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还是需要花一些心思的 但也可以想象 比如一个女生写了那么一段话 给一个小男生 你想一下一个姑娘 能够把这些字写好 它是何等的用心良苦 它真的可爱吗 它真的单纯吗 你要注意 所以小伙子们 你们当遇到一个 约你放学后一起走杯的 故意写上萌萌大体的小姑娘 给你传了这么一张纸条 你该怎么样回应呢 所以面对这样的小姑娘 你回复的时候 一定要凶狠一点 就说好的 放学后给我等着 对吧 放学后给我等着 记得带身份证哦 对吧 对吧